来看到湾区画家陈菊美的两幅台湾保育系列泼墨作品 今年获得法国巴黎秋季沙龙青睐 日前受邀展出 那么希望唤醒社会大众对环保的重视 而驻法代表处也特别向陈菊美道贺 顺赞台湾侨胞在海外获得此殊荣 是国家的光彩 很高兴这次我两张台湾保育类 入选了巴黎秋季沙龙 这是一百多年世界三大特展之一 很重要的展出 那他也栽培了很多大师 那赛上高跟也都参加过这个 然后野兽派也是从秋季沙龙产生的 所以对我来讲一眼深远 那这次是台湾有九位 包括我在内有九位画家入选 那张明忠驻画国代表张明忠大师很高兴 对我们这次去展出也非常照顾 我们收获很多 包括也去法国那边的美术馆又写生 那当然舟车劳顿是非常辛苦 但是心里是很高兴的 那很高兴我也把这两壶带回来 下一年到台湾再去展出 那收获很多是只不在话下 那我希望以后有更长远的一些 台湾保育类的一些系列 再继续大湖小湖的 这样子我希望能唤起世界对 那个不光是台湾 全世界的保育类的那个课题是很重要的 有点多的 看法是真的 货带你 货带你 我给你带你 在海底宾上就浅掉了 有点水 有点水